谁这么用,还敢自己搞碰撞测试,大V做碰撞测试,总逃不脱屁股歪,收黑钱的质疑,更有胜者轻则封号,重则坐牢,碰撞大舞台,有胆你就来。 其实很多人还是把碰撞测试想简单了,这种自己用一两辆车做的测试和专业机构比起来,严谨程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,特别是通过一次测试,真的很难得出一辆车比另一辆更安全的结论,因为这里面变量太多,可操作的空间也很多。 首先,我们要知道,专业机构评测一台车,并不是只撞一次,咱们就数数CNCAP的,完全重叠正面碰撞,正面50%对碰,侧面柱碰撞,乘客鞭打实验,行人头行实验,腿行实验,道路识别主动安全,这一路撞下来,撞毁车的数量怎么着也得是两位数了。 而另一家机构中保研的测试项目还要更多,其实车企在车子上市前也会自己在内部先碰撞实验,同一个型号的车测个几十遍,撞费几十辆车是机操。 就算这样得来的数据,还经常会有人质疑,所以个人做的碰撞测试很难不被网友各种dis。 差别还不只是撞毁多少辆车,要知道,在一些车辆事故中,车看着都撞废了,视觉效果很夸张,但人没事。 而在另一些情况下,车看着还行,但车主却可能受了重伤。 所以,为了精准评估车主可能受到的伤害,不仅需要专业的传感器和摄像机,还需要一个专业假人,这假人看着像是商场里的假模特, 可实际售价却高达1000万人民币,全身有上百个数据通道,能检测身体各个部位的微小损伤,不是一般机构负担得起的。 退一万步讲,就算大V等民间机构舍得花钱,弄了十几台车和专业假人,也并不一定能测出哪台车更安全。 高中物理实验课教过我们,做实验要严格控制变量,可以想象,汽车碰撞测时的变量控制非常复杂,也非常困难,需要考虑几时甚至上百个变量,每一个都可能造成测试结果大相径庭。 这里面包括但不限于碰撞前的车辆状态,碰撞时的车辆速度,位置,角度,假人型号,假人摆放位置等等,碰撞时需要收集的数据更是海量,光是假人数据量就有每秒几十万条,撞完后还要衡量车辆框架受损情况,坐椅等内部组件受损状况等,可不是肉眼看看就完事了,需要专业仪器测量,这里面有一点做不到位,做不专业的地方,从理论上讲,实验结果就是不可信的。 而民间机构的碰撞实验,测试前后对变量的控制,以及对数据的收集,一般都会显得有点随意,说到底,无论是谁做什么事,你都得看看它的动机。 中保研这种机构会做专业的测试,是因为汽车保险是个规模巨大的行业,在中国,一年的汽车保险收入就在一万亿人民币左右,每一辆车的评估关乎巨大的经济利益,这使得专业机构不得不认真评测每辆车出事故的概率。 而对于做视频来说,肯定是撞得越夸张,越吸引人眼球为好,所以对于这类个人做的碰撞测试,我们还是要理性看待。 如果确实是有车型在碰撞后出现了很明显的安全隐患,那我们在选购时是应该注意,但对于那些把两辆车放在一起比较,非要得出谁更安全的结论,那看个乐就得了,别太当真。 创作实在不易,对科技、商业内容感兴趣的朋友,动动手指,关注一下吧。